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跟网站有关系的 我就连到data.tipay 这里面总共2660个开放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在这里面我搜寻网站 那跟网站有关系的 这个是之前我分析的 对不对 我们分析了什么 例如说最新消息 不是总共有16000多笔 这是统计 我不是要分析的 我分析它的行为模式 例如说里面放错 就是结束时间比开放时间 开启新闻公告最新消息的时间更早的 有多少笔 或者是说开放的期间超过20年有多少笔 对不对 这些才是我们要学的重点 好 那请问一下 市政网站整合平台之热门活动 好我就直接点进去 哦 它产生了这样子一个不正常的情形 看另外一个常见问题 你看哦 这个常见问答 你总该 你可能 不应该问说 总共有几笔记录 这件事 总共有几笔记录 这是统计嘛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总该会 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主件值 然后标题 连结 什么时候贴的 分类 还有最后更新日 然后更新的人是谁 还有哪一个单位贴出来的 这个FAQ的内容是什么 再来是不是发布 还有那个 开始日期结束日期 关键字 好请问 这里面 有没有阿拉伯数字 都没有吧 对不对 都没有阿拉伯数字 请问你觉得 要分析什么 算是行为 有没有王同学 愿意跟我分享一下 没有先王的同学 那 陈 陈同学算是大姓哦 就是很多人 陈同学 也没有 不要逼我用阿拉伯数字的组号 例如说 我们在这边 已经不是要分析 总共几笔 常见问题 那 有了这些那个 code 有这些code 不可 请问一下 你会想要分析什么 请问可不可以分析 有没有什么常见问题的 结束日期 早于开始日期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 还有 哪个单位啊 哪个单位 那个 经常 经常 就是 发布这个 常见问答 还有 甚至哦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标题 叫出来 去做文字探勾 看看 常见的问答 是属于哪一类的问题 最多 文字探勾 我们也都没有跟你分享 还有 像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 那个 这分类 分类 我想 也可以去看到一些分类的情形 好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 是 XML 对 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些 发布的多 还是 不发布的多 另外 关键字 关键字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它是属于哪一种性 值的问题 居多 还有就是 我可以去 可以去知道 哪一个单位 比较精神的 来使用 这个所属单位 大概就是这些 那 有了这些概念 我们把它分析出来 你会得到一些还蛮 惊喜的事情 因为你以前 因为你以前都不做这些分析 可是你分析完这些东西之后 你就会发现 例如说 我刚刚讲的是 就这些名称 请问一下 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贴出的日期吗 贴出日期可以做什么事 我是不是可以针对就是说 哪一年 贴的文 贴的这个叫做 常见问题 那一年的常见问题 比较多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各年的问题的变化 说不定一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换了一年 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常见问题 被提出来 所以这个时间跟贴文之间 它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这是我希望你们要去了解的 那分析这个东西 你们觉得 重不重要 真的很重要 因为 这里面 常见问题 我可以形成 把问题变成一个叫做 SOP 就是知识管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做好那个FAQ 别人会问什么问题 那个1999 它会问什么问题 你就照着FAQ来去做回答 或者是 提供它说 常见的问题会有什么 你就请参考我们什么网站 好 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件事 因为 因为 民众如果经常问的问题 你整理好之后呢 他就直接用他的手机来去查询 不是很快就查到了吗 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好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 这个 各区里长及里办公室相关资讯网站连结 你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因为重点是那个 区公所 区公所 那个里长及里办相关资讯 就是应该就在各区 然后他会有一个 里长去发布一些什么 相关的新闻吧 所以你看在这边是不是有 里别 里长姓名 里办公室 里长手机 然后地址 然后地址 请问一下哦 这边应该就是只是纯粹把那个 他们的基本资料放上来吧 好 所以这应该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那个分析什么 09 多少多少 就是 就是手机啊 就是使用哪一家电信业者 居多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就是 不需要去做这件事 那换一个 台北市习物网 服务概况 好 这边是不是有 什么时候 然后呢 浏览人数 然后再来 每日浏览的人次 会员有多少人 那个 出货结案件数 交易金额 还有参与的学校 请问 在这里面哦 在这里面 会有这个人数啊 还有像 例如说金额啊 这些都是数字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来去了解 例如说 我们 最先做完统计 就是说 例如说这个网站 平均大概有多少的浏览人次 好 这应该是统计的资料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因为我们重点应该是习物网 的服务状况 应该是服务状况 所以请问一下 你应该就是分析 诶 哪些单位的配合 好 还有像 例如说 呃 这边 这边 我们做这个网站 例免的一个浏览人数 是下降还是上升 不是说 不是说统计出来那个浏览人数就好了 我们还要去分析说 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是什么原因 好 再来就是 如果 如果我们这边 平均每日网站浏览人次 我们分析出来是下降 还是上升 那对于我们这个网站的了解 应该也会更多 而不是只是单纯只知道浏览人次 所以你必须要把那个趋势画出来 好 还有这个 请问 会员总人数会变动吗 那个 它的变动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 总而言之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 画出统计 画出统计图 这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因为 这个ecell都可以做 那我们就直接交ecell就好了 我们现在这样的事不好避爱 无非就是希望说 你们从中去了解 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些 里面浅含的意义 长出来 举例来说 像我刚刚 我们看到这个服务状况 那我们就 至少你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单位 哦 积极来去配合政策的宣导法 可以了解吗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 我们 更加的可以 例如说把它做成简报 然后报告给长官 让他知道说 其实这个网站 它是名存实网 还是 还是 真的有很多人 在上面使用 好 这才是 那个 我们 就网站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我们可能 暂时 在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 我希望说 你们回去之后 把手头上的资料拿出来 然后 看一看说 他应该怎么分析 数值的资料有什么 然后接下来里面的秘密 你可以 或者是行为模式 你应该要先去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我们来去思考 怎么样去把它呈现 举例来说 像我 我如果说 我拿到我的业务的资料 我想要知道 我的客户在哪里 每天老板 如果说是 那个业界的老板 他都在想这件事 我的客户怎么开发 我怎么样把我的产品 卖到客户的手上 而且卖给他 我还希望说 他说 下一笔订单 什么时候会给我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客户在哪里 这件事是真的很重要 OK 我们 整个 这个GA 暂时在这边 要告一个段落了 因为 当你今天 你去看那个GA 的时候呢 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 什么 工作阶段 是什么 使用者多少 票处率 记得 他都可以当做一个KPI 好 可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是自私的 你必须要学会 KPI 里面 如何自行 来去弹性调整 我们的分析 好 那 希望说未来 你们把每一个 你们手头上的质量 都慢慢的改成KPI 好 而不是只有停留在 Esell OK 那我想我们今天 课程就先暂时上到这边 提醒各位 你的手机的那个 卸 还有 随身碟 随身碟 现在卸展下来 然后把你要的资料 带走 好 那我们今天课程 就先上到这边 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